第18題也是題組 凌威和燕輝兩人的重量分別為60公斤重和40公斤重 兩人坐在水平地面的滑板車上 如圖所示 假設滑板車的質量 滑板車與地面的摩擦力都忽略不計 回答18跟19題 第18題是問 哨音響起兩人同時互拉 凌威拉繩2公斤重 燕輝拉繩1公斤重 在互拉過程中兩人的受力比為多少 這裡有個比較仔細的寫法就是 當我們的凌威拉繩2公斤重的時候 繩子就過來拉燕輝2公斤重 那麼 那麼 燕輝也會給他一個反作用力也是2公斤重 那所以呢 當燕輝去拉繩1公斤重的時候 繩子會過來去拉凌威1公斤重 那麼燕輝也會給他一個反作用力1公斤重 所以呢 這邊合起來的受力是3公斤重 這合起來受力呢 這合起來受力也是3公斤重 所以兩個受力應該是1比1 那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想法就是 這個一個是 林威拉燕輝 一個是燕輝拉林威 所以這兩個例叫做 互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兩個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所以受力比應該是1比1 所以我們第18題的答案呢 要選C 1比1 那護拉過程中 兩人受力比為多少 答案選C 1比1 至於 至於 三人受力比 要選C 1比1 10比1 4